搭船的鸟 我和母亲坐着小船 到乡下外祖父家里去 我们坐在船舱里 天下着大雨 雨点打在船棚上 沙拉沙拉的响 船夫披着缩衣 在船后用力的摇着颅 后来雨停了 我看见一只彩色的小鸟 站在船头 多么美丽啊 它的羽毛是翠绿的 翅膀带着一些蓝色 比鹦鹉还漂亮 它还有一张红色的长嘴 它什么时候飞来的呢 它静悄悄地停在船头 不知有多久了 它站在那里做什么呢 难道它要和我们一起坐船 到买祖父家里去吗 我正想着 它一下子冲进水里 不见了 可是没一会儿 它飞起来了 红色的长嘴 咸着一条小鱼 它站在船头 一口把小鱼吞了下去 母亲告诉我 这是一只翠鸟 哦 这只翠鸟搭了我们的船 在捕鱼吃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